马英九总统在日前宣示 三个月之内就要交出速摊防币的成绩单 而今天就是验收的日期 在行政院长主持的会议上 国防部长陈兆敏跟法务部长王清风都提出了报告 陈兆敏表示目前在调查审理当中的对象 有八成都是中将跟少将 绝对没有办小关不办大关的情况 而王清风则提出 现在有一些名嘴在电视谈话性节目当中大谈案情 影响到检察官的争败 他希望能够透过修法明确定出规范 不过在场媒体立刻就质疑王清风的建议 有钳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嫌疑 国防部长陈兆敏 法务部长王清风一大早就到行政院 向行人运长刘正弦报告速摊成果 马总统限期三个月内速摊查币 在今天到期 备受瞩目的买官卖官逼案 国防部高等军事法庭跟法务部分别查了29件和5件 采购币案上则是19件和2件 一共清查了55件 而外界质疑国防部速摊只拿小官开刀 半小不半大 国防部特别提出数据澄清 这一次一共调查了48件142人 其中中将跟少将就占了8成 这三个月呢 不是就结束 是开始而已 后续呢 一直还要下去 一直到闭绝封清 而法务部的速摊报告则列出近年来 侦判的12件社会瞩目答案 并说明检察机关的困境缺失以及改进方式 其中法务部认为 侦判中的案件 媒体跟政治人物对案件的评论 会造成检察官的负担 法务部认为改进的方法就是修改卫星广播电视法 后来得以对媒体请求停止播送 甚至是申请假处分 引起在场媒体质疑 这是钳制新闻自由 不实的甚至是虚构的 其实我们根据国际公约来看 都会要求你要相对的来修正 更正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没有理由说 我们就是来钳制言论自由 媒体自由 而国安局清查中发现 有6名将领创改多亿成绩 也查出89年到现在 一共有7件重大违法犯计的案件 其中涉及速滩防禁的有4案 1 3案都是封击案 而且大多是属于主动发掘的 所以显示我们是绝不负担 三个月的限期速滩 国防部交出满满都是数字的报告 法务部提的全都是检察机关的困境 缺失和改进方案 完全没有明确列出清查的名单 或是调查审理后的结果 这样的报告您会打几分 民众的心中自有定夺 记者零信谢启文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